戀愛跟性愛的功能離去 都帶給你某種自由 新的解放 世界會完整起來 會回到它真實的樣貌 它的自由度可能更高 它的發生變最大 也許有各種奇奇怪怪的可能 那我們這個年紀 時間是扑面而來 你還有多少時間 你還能夠讀多久的書 你還能夠走多遠 你還有多少體力 像我的老師 最後留下一個 只完成可能三分之一 甚至五分之一的長編 叫華太平家傳 甚至像卡維諾 他連第六個演講 都來不及寫出來 就是說你就工作到 工作到最後一刻 沒有額外的目標了 這個年歲 連談戀愛都沒有能力 就是某種程度上這樣 你是不會 你還年輕 我說的是我們 那 你就工作到最後一刻吧 你就說 所以 某種程度來講 晚年是非常有趣的 你就說 對我來講 我是興高采烈的 在過這個晚年 雖然 不斷有各種折磨 就是你身體的啦 或各方面 就是 而且 我們這個年紀的 死亡變得非常真實 嗯 今年度 初年輕的母親走 我母親去年 然後我兩邊的父親都 走得較早 所以我就跟親親講說 我們 當然不會立刻來臨 也可希望啦 但是 我們已經到前排了 我們已經被推到前排了 我們 在上頭 沒有人擋著了 就是那樣子 就是 好像是年輕時候 你會去設定計較的東西 現在來講 它變得不真實 嗯 你一路走到這裡 這就是你 生命中主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你就一路做到底吧 那你希望做到 好 是 我們不能拿成這樣 一路走到剛才 是 都是 我們邀請 在 您 我們 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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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